抽空來參加我們每個月固定一場的講座 我們現在已經年底了 不容易我們已經辦了12場今年 那當然我們今天其實報名是報滿的 因為150個報滿 可是可能還有些陸陸續續 不過我想我們的時間還是照表定的時間來做 那今天這場演講很重要 等於是我們年度壓軸 那我們請我們的行政院的唐鳳周委員 再來跟我們講社會創新的趨勢了 那我想這個是我們從年初一路過來 我們談社會影響力還有社會企業 那後面我們接續辦了幾場社會創新 我們找一些產業界的包括我們找收封印象的爐漬業 那我們也找杜杜克來講一些屬於社會創新 可是跟大數據還有跟區塊鏈有關的 那今天這一場剛好我想政委也是 在這個領域尤其是科技的領域 其實協助行政院投入了很多心力 尤其是幫青年新創或是社企這一塊 那我想今天他一定有一些很棒的分享跟idea 來跟大家做一些探討 那我想這個我們活動開始之前 還是召勘一下請我們理事長 來我們先來講幾句話 然後幫我們做個演言 謝謝 我們昨天才見面 還有各位親愛的好朋友 大家好 還是一樣的往例 你們願意獲出你們這麼寶貴的時間 來成就像一場聚會跟分享 這是臺灣這個社會一個非常正向的善的力量 所以家園在這邊以舉動性代表對你們最高的謝意 謝謝你們 我們執行長給我唐振偉的簡介 那個實在是很長 太豐富了 真的不是三年兩年能夠介紹得完的 不過我跟正委印象最深刻 就是說我們在今年社會企業世界年會 那有跟正委一起到英國的愛丁堡去 那我們正委在那邊有做一場演講 那我們也在愛丁堡的會長擺了一個攤位 叫Social Party Taiwan 這個在宣傳明年我們Social Party International 社會價值國際要在臺灣 他們要把他們的世界 你會搬到臺灣來辦 那剛好我去參加那個 其他的會議的時候呢 我的小犬就是我的孩子留守在攤位上面 就是那個時候呢 我們正委到我們攤位來 那我是不太知道我們正委跟他講了什麼 我們家那個小犬我坦白說我對他一點辦法都沒有 可是他跟正委見過面 我不曉得你應該跟他講的什麼 他給我感受到他有一個很大的一個啟發 那我問他是什麼 他也不願意告訴我 所以或許等一下正委可以跟我們講 你是怎麼去inspire這些 這些young people 這些young generation how you inspire me 那昨天剛好我們在談 希望在會上組織一些有關於社會影響力的一個網絡 的一個所謂的國家顧問委員會這樣一個組織 那也有跟正委見面 那大家當然希望說請他多多支持 那二話不說就幾個字就收到可以沒問題 全力支持 所以我們真的很高興能夠看到 我們有一個這麼好的在公部門 為我們帶領一些新的方向跟創新的做法 那也能夠啟發年輕人 那我們做社會影響力跟創造社會價值 其實就是希望透過影響力 來啟發這個社會的改變 我們人行為的改變 來創造正常的價值 那我想今天我們的組織是我們的唐任偉 我們就請剩下的時間我們就留給他 我們是不是以熱烈的掌聲歡迎我們的團隊 謝謝 謝謝 非常感謝 昨天我其實講了八個字 就是全力支持 絕不主導 是一個完整的一個論述 那所以今天的演講也是一樣 我是會全力的回答各位的問題 但是我其實並沒有一定要講什麼 所以說請大家掃一下這個QR Code 或者是如果有手機 你可以開瀏覽器 這兩個是一樣的 你掃QR Code 是會進入一個匿名的一個聊天室 或者是開了瀏覽器 然後輸入slido.com 然後再輸入 今天一起停加的01220 請好不用輸入 那如果你是掃QR碼的話 是不需要介入這些東西 那在進入這個匿名的聊天室之後呢 大家的運用的方法 其實就跟一般的留言板是一樣的 任何時候想到要問我任何問題 或者任何想要討論分享的 那都直接在上面輸入 那這有兩個好處 一個是說都是匿名的 大家都在滑手機嘛 也沒有人知道是你問的 所以有的時候 舉手發文可能會打個六七折的朋友 那就可以問比較直接的問題 這是一個 那第二個是說 如果你看到別人想要問的 你也想要問 那只要按讚就可以了 那這樣的好處就是 我比較知道說 這個房間裡的朋友們 大家關心的議題是什麼 不過當然就是 隨時舉手發文的優先順序 都是包括螢幕上的 所以任何時候都非常歡迎舉手 那我們來進行一下交流 那所以待會兒我大概先花個五分鐘到十分鐘的時間 跟大家稍微簡報一下 我在行政院的一些工作的方式 那中間呢 這個任何時候只要一有這個具體的問題出現在這邊 我就完全放棄掉我的簡報 就回來回答大家的問題 那我就希望各位盡可能的踴躍提問 因為如果就是到了八點我們會休息十分鐘 就一個小時的時候 那在一個小時 那當然如果就是在那個之前就已經都沒有問題了 我們可能八點就結束了 不過這種事情從來沒有發生過 我不覺得這次會發生 對那當然如果到了兩個小時 上面的問題我還沒有辦法完全都回答的話 那也是先跟大家說不好意思 所以如果已經上學的話 可以試著打個招呼或怎麼樣 先測試一下留言的功能 那我就假設大家會有掃到QR Code了 我就先開始我的一點點分享 那我現在在行政院的工作是叫做Digital Minister 就是數位政委 數位政委做的事情大概就是去陪伴整個部位 卻盡情我們叫做數位轉型 Digital Transformation 什麼是數位轉型呢 就是去開啟大家的新的想像力 有一些事情本來沒有辦法 很容易完成的 那我們現在盡可能透過數位的力量 讓它很容易完成 好比像說就舉剛剛的那個例子 在一個房間裡面 同時二十個朋友同時問問題 這個在以前就是很困難的 你可以寫一下紙條之類的 但是到最後這個提問單還是 沒有辦法讓每個人知道 每個人關心的事情是什麼 但是透過數位技術 這個就變得相當的容易 那我在兩年前加入行政院的時候 有跟行政院約法三章 就是有三個工作條件 那第一個工作條件 可能各位比較聽過的 就是我在任何地方上班都算有上班 那這個並不是一個特例 人事行政總署本來就有一個函 說如果任何公務員他的工作 跟網路有關的話 就不受工作地點跟時間的限制 這個是一個現有函 只是知道的人很少 然後他的長官願養養養養的人就更少 那所以當時我是說如果不答應這個 我就不加入 所以這個是一個勞鞋商 那所以當時的院長就答應了 答應之後呢 這個媒體常常都報說 欸 盤工在家上班 不過呢這個其實不是真的 就是我所謂不在行政院上班的意思 是我可以在監工辦公室上班 所以這個才是我真正的辦公室 那如果有住台北的朋友可能知道 這個是建國花市的隔壁 本來的空總的基地 那現在已經變成了我們叫做社會創新實驗中心 已經開張了一年多了 那社創中心的一個特點 就是說這裡面的一磚一瓦一草一木 可以說就是上百個不同的智力與社會影響力的團體 一起設計出來的一年多之前 這邊還是一片廢墟 只有一個會議是可以用地上時間 水來淹到膝蓋的時候 當時我在那邊主持了五場的討論會議 那就是全台灣的朋友們 一起來放天燈 就是一起來許願 說這個地方可以怎麼樣 符合大家的需求 所以可以說這個也是全力支持 絕不主導的這個哲學的這個體現 所以舉例來講像這個足球場 其實任何人踏進來的時候 都會有一個我非常有創造力的感覺 那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這個足球場 是寫哈的朋友們所畫出來的 那寫哈的朋友們 相信各位可能之前有接觸過 他們看世界的方式 好比說我可能是比較透過文字 再上可能有朋友是擅長語數字 或者是空間或者互動或者等等 那寫哈的朋友們 科學人就告訴我們說 他們是比較擅長運動集合的方式 來認識這個世界 那这个集合的方式就造成说 他们看到这个世界 其实本来只是要做艺术治疗的一个班级 那就后来发现说 这些朋友们画出来的东西 其实不但艺术治疗老师画不出来 其实我们也画不出来 就是有点像范谷一样的 看世界的一个角度 那所以呢 我们就在这个空间里 放了非常多的这样的public art 那就让这些踏入这个空间的朋友们 都可以感受到这个创新的气氛 那所以当时呢 大家许了这么多月嘛 大家可以想一想说 大家要的 就是凝聚这个社区的意识 大家要的第一名是什么 在五场每一场都有人提及 而且是这个最高票的 那我不知道大家觉得凝聚一个社群需要什么 不过呢 我们实际上最高票的就是 大家说一定要有厨房 而且要有厨师 而且要这个每天都要好吃的东西 那这个呢 就是第一名的愿望 所以我们就有一个专属的厨师 就是史达路 那是我们社创的灵魂人物 他说自己是社创的地府林 他本来是这个鞋城市的 但是后来就变成擅长分子料理的厨师 所以是不是在这边办任何活动都会有很好吃的 可以吃呢 很多做社会影响力 不管是做土地富裕 或者是原住民族的农业 或者是原住民族的农业 或者是原住民族的这些朋友们的金融法等等 只要送食材过来 他就会直播 把它弄起来好吃的食物 那这个是有道理的 因为像我们这种一个月一次的活动 其实在过了一个月之后 讲的论点 可能大家就只能记得一两个就不错了 但是如果食物好吃的话 绝对会记得 所以 当然不好吃也绝对会记得 所以我们就是靠这种 来留住的 这个成效费 好 那第二个大家要的呢 其实就是这个空间 它因为一次可以开很多的活动 所以呢 它要开到半夜11点 那这个在政府经营的空间是非常少见的 大部分到七八点就已经关门大烊了 但是呢 确实就是在这个时候 各个不同的活动散场 大家才会开始有synergy 就是才开始去看到 彼此之间能够做哪些事情 让彼此更好 然后去达到一个 本来没有想象到的 可以合作的部分 那如果你地方就关门了 那当然就是每一团 自己又去旁边不同的地方 那就没有这样子 产生去synergy的方式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空间的原则 那第三个大家要就是说 既然我每个班来 是个主持讨论 那就不要停嘛 那我就每个礼拜三继续来这边吧 那所以从那个时候到现在 一年多的时间 每个礼拜三 从早上十点到晚上十点 我都在舍床中心 那任何人都可以直接来找我 可以book我下午的 四十分钟的一个时段 那当时 雷清德院长在开门的时候就说 这个很像那个门诊表嘛 所以应该有一个walk in 应该有一个免预约时段 那所以我们就真的排了一个班表 然后所以在那个早上十点到中午的时候 可能一两点中间是 就可能要排队 但是随时来就可以 也不需要预约 那当然晚上我们常常一起吃这个 是大陆做的 好吃的东西 所以基本上我礼拜三都在这边 礼拜五也是大概有一半的时间在这边 所以这个其实是我们任何社会创新的朋友 不会在社会前 就是分门别类不同部会的这个限制 可以一次过来 然后就说 我希望对这个空间进行一些改造 我想要去到我们最新的政策怎么样 都可以直接来这边找我 那所以好不容易今天就来今天 这个这批人是第三次来了 那这个看起来很像外星人 就是它是无人车 无人载职 但是完全不用驾驶 不用遥控的一些三轮车 那是从马上理工学院过来的 那已经第三次来社创中心了 那这个地方其实它的特点 就是年底拜三来找我 然后说 我希望带一些新的元素进来 那马上就可以带进来 这个空间是非常活的 那这个三轮车 其实就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是外创新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底线 因为这些三轮车 其实我们现在听到无人载职 或无人车 大家脑里浮现的大概不是三轮车 大概很多是轿车 货车 公车 等等的这些东西 但问题说这些离我们距离很远 而且我们也不是很确定说 这个到底会不会有危险 会不会造成什么事故 如果发生什么事怎么办 等等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第一手经验 所以很容易有很多的补充的想象 我们叫脑部 那脑部虽然很补 但是大部分如果没有第一手经验 大概都是错的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很难 包含立法委员 或者我们行政官员 很难就识论实的来讨论一件事情 但是这些无人的三轮车 是非常亲切的 他就是在这边跑来跑去 而且三轮车虽然同样理说跑得快 但市场跑得很慢 所以意思就是他撞到东西 撞到这个墙壁 都不会发生什么事情 但是完全绝对安全的一件事情 而且他的路权跟行人是一样的 所以他要走远行道就可以了 所以这些无人车 它是在一个有百力而无一害的 这个情况下来的 那它的运作的鲁集 又不是麻省理工学院决定的 因为这个整套都是开放的原始码 开放的硬体 意思就是说你会一点点电子电路 会一点点程式设计 就可以任意的去改 如果你觉得他碰到一个新的状况 他不知道怎么判断 它闪红灯旁边都看不到 像之前就有北科大学生 把他改成类似像环形的彩虹形的这种灯号 或者是说他可能可以学狗教 或者放一个狗脸猫脸上去 整个家里有想法 你非常容易就可以改造它 那这个就是台湾从80年代 所谓personal computing 就是个人电脑的意思 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电脑 是跟我们一起去修改 让它更符合我们社会的需要 所以任何人看到的时候 就有一个我可以改的这样一个感觉 那第二个就是说 它到底要怎么融入这个社会 它是unopinionated 就是它并没有由上而下的 我觉得它一定要取代掉 或者一定要去做什么事情 它Persuasive Electric Vehicle 是它的名字 具有说服力的电动载具 所以这个说服力的意思就是说 你要找到让它能够 fit in你的生活的方法 所以像在前四次工作坊 就有朋友提到说 这东西不是建国花式吗 那有很多朋友可能有去建国 他是买花的经验 我看到很多人会提一个手推车之类的 那你买了一些花可能会越来越重嘛 那手推车就是它也有一个承载的极限嘛 那到某个程度可能逛不到进过浴室 就已经觉得很累了 那但是呢 如果有这样的车子的话 它就可以被写成是说 那它就跟着你走 好像说认着你的手机的位置等等 那就跟在你旁边就好像一个小跟班一样 他给他指定 就是第一个跟进 第二个不要撞到人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 你就好像有一个自走的人 可以买菜篮 然后你就是买了什么东西就往里放嘛 那他快要放满的时候 他就找另外一辆来嘛 那所以你旁边就慢慢跟着两三台车的车队 那这样你双手就是空的 那你就很开心就可以 一路逛到建国浴室 然后一路再逛进空中来 那等到你逛完了 那只要回家了 那你就坐上一台 他就把你这个送回家 那所以从各种角度来看 他都不是一个 就是让人很陌生 或者很有距离的一个东西 他就是一个你的生活的助手 那也有一些外国朋友 在这个工作坊里面提到说 其实他很想要多了解台北这边的人文地理 可是他要找导游这件事情 那个不是那么容易 他有时候一时兴起就要去那里逛 所以他就很希望说 他坐上这台车 一方面他告诉他说 那我就是想要看这附近的这个一些历史 那这个车就可以用他国家的语言 可能西班牙语啊或什么语言 去跟他讲这个城市的故事 那这样的话 他就可以用语音跟他互动 他就不用每一次都这个打电话 问他朋友说 附近有什么有意思的东西 那同样的他的注意力 就可以放在旁边的景物上 那等于这辆车 只是告诉他这个城市的历史而已 等等 所以就是说他的可能性是无限的 那他的创新是来自于每一个人对他的 就是放天灯 对他的愿望 那所以是整个社会对他的愿望 透过一个开放的方式 让所有人都可以看到 那这样子其实就是社会创新的两个成分之一 就是社会的参与 那第二个是说 他对社会有公共的价值 不是指对MIT的学生有价值 不是指对特定的这个商业有价值 而是说因为这整套都是开放的 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其他地方 其他城市的朋友 对这样一台PVB有什么样的想象 我们也可以除了疼痛 也可以互相切磋 所以众人的事情 众人都可以参与 这个就可以达成一个社会创新 这就是为什么 像这样子的文三文称 我们会就是更多的引进台湾 因为在这样的过程里面 大家就可以一起去看书 那他去做一些道德判断 一些伦理判断 他要怎样跟社会相处 我们会慢慢累积第一手的经验 有了这些经验 我们才能够具体去讨论出 这些新的技术 要怎么样融入社会 以上都是在争取 大家问问题的时间 真的没有人问你 好 OK 有三位朋友们问说 有什么据说服性的理由 可以完全支起 去废除核电 我想能源政策这件事情 是每一个人自己 如果要找理由的话 都可以找得到的理由 这个理由的说服性如何 我觉得还是要放在一个通韩的政策来检讨 我们有 其实能源局的朋友有做一个网站 叫做energywhitepaper.tw 能源转型白皮书 能源转型白皮书 它不是想要说服你说 你一定要用哪一种电力的供应方法 相反的 他做的是说 他把所有朋友在所有地方 曾经提出过的 对于电力的各种批评指教 他把它全部放在一个 就是像刚刚讲的一个 取愿池吧 里面 然后呢 大家就可以很容易地看到说 里面的每一个部分 是哪些大家关切的议题 这些议题里面每一个字的流向 从各个不同的这个预备会议开始 然后到工作小组 大家怎么样一起产生出 这样子的一个共识来 所以在这个网站里面 其实不是 我们特别说 这个风力发电怎么样 或者水力发电怎么样 之类的 而是说 每一个部分 对于每一个地方的意见 我们都有一个意见的一个流向图 所以你就可以在这边去找到 跟你的意见相似的 或者是跟节能治理 在世能源等等有关的 然后呢 当然是有主字稿 那每一个主字稿 它会流向不同的意见的章节 然后就可以回去看说 这个不同的stateholder 这些利益关系人 他们是怎么看这件事情的 然后呢 是怎么样凝聚到这个 白皮书里面的一个完整的规划去 那所以当然今天因为时间 我可能没有办法 就是一一的按照 这位朋友的问题 把这个流向跟大家分享 那我想跟大家讲一件事情 就是说 我们以前在做工工政策的时候 往往是觉得 好像是一个联合的一个游戏 好像是说 就是只有这么多的解决方案 那在这边 如果稍微多加一把劲的话 那这边就损失一些 那所以大家的想象 就是好像是 特定的方案 它可能是不同的势力嘛 可能这两只动物嘛 那来中间的这个环节 它可能是不同的局处 或者是不同的研究单位 不同的法人 总是不同的组织者 那以前大家对政府的想象 往往就是说 我们是中间的一个绳子 尤其是长远文官 他们要做的事情 就是说 一方面外面都看不到 但是要承受所有的这个 不管是政务官 还是各个委员会 还是立委 等等的这些组织者的压力 然后又在里面找出一个牺牲 大家最少的解决方案来 而且还能还要注意说 甚至不要绷断 没有绷断了的话 大家就分别走上街头 就没办法做到对话 那这个治理方式 确实是对整个公务系统 造成非常大的压力 那最主要的原因有两个 一个是说 大家其实不再需要 这些传统的组织者 不管是媒体还是立委 还是理长到 到乡长到这些来组织 其实大家只要有一个案子 现在先就是 不管社群媒体 即使是在传统的 这个讨论板上面 你只要想到一个梗 那马上就有一个hashtag 那就非常非常多人转传这个梗 或者说如果你的LINE去组 有900个人 那你一下子可以组织 好几个900个人等等 现在每个人用 世卫的方式都可以非常轻而易举的组织起在以前需要大规模的资源才能够组织到的人数 那10万个人上街头 现在是如果你有正确的梗的话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传统上去跟这些组织者讲话的这个公务机关 现在就需要跟非常非常多新兴的组织者 而且他可能才刚刚冒出来 马上就有5000人在就是倡议的这样子的事情 这是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说 新兴的议题实在太多了 像刚刚讲的无人载据 或者刚刚这边有讲之前几次演讲讲的这个包含分散式帐篇 就是区块链基数啊 等等这些东西 当他新冒出来的时候 我们不可能去设一个新的局处 或者新的委员会 或新的什么东西去处理它 也就是说新的议题出来的时候 我们用办法一个一个绳结 就去冒出来 所以这样子的话 他就不得不跨部会 那当他跨部会的时候 这个绳子的压力就更大 因为跨部会沟通的成本是很高的 所以我们为了要面对这样子的情况 能源转型台评出其实其中一个例子 我们现在在试着用一种不同的方式来做治理 那这个在学术上叫做 协作是治理 collaborative governance 那协作是治理的意思 就是我们问的就不再是说 到底哪几个人代表目前的这个议题上的名义 以及怎么样在他们中间去做出一个取舍跟全核 这是以前的两个主要问题 我们现在问的是说 好那我们有非常多人都有不同的立场 那但是大家有不同的立场的话 有没有一些共同的价值 这是第一个要问的 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有一些大家虽不满意 但可接受的一些共同价值 或一些粗略的共同价值的话 有没有能够想出一些创新的方法 来让所有人的这个共同价值 都可以往前一步 而不牺牲任何一方 所谓的parative improvement parative改善 那所以这样子的问法 其实政府的角度就跟以前不一样 就是我们不再是组织者跟仲裁者 我们比较变成一个引导者的这样一个角色 我们让大家把这个对于经济的 对于社会的 对于环境的 对于我们治理结构的想法都提出来 但是后来我们就发现说 其实往往大家是可以有共识的 或至少可以有一些共同价值的 大家共同价值很多就是 凝聚在我们我身上存在这17个 也能够永续发展目标上面 就是永续其实是一个很规范性的理念 就是大家可能都可以多多少少同意说 我们不希望地球在2030或2050之后 就没有办法助人了 这个应该大家都同意吧 那如果可以用这一点当作歧视点的话 其实很多东西是可以往下谈的 所以我自己也在这边声明一下 就是对于就是核能发展这件事情 我并没有一个非常强烈的主张 因为我也有相当多的朋友是在投入研究 就是下一代的就是核飞链能 那是所谓的核飞料发电 那核飞料发电这个技术 当然如果能够开发到一个程度的话 它一定程度上可以把包含核物扩散 核飞料处理 然后以及一共完全 这三个问题可以处理到各强度 但是就是跟区块链一样 就是说下一个这个大的 技术上的突破程度会出来 其实没有人知道 说不定明天就出来了 说不定要等十年 那但是我觉得这条路是很值得研究 因为我刚刚讲的这几个 大家的主要的顾虑 确实也是存在的 我们看能源转型白皮处里面 非常多的人不断地提出这些顾虑 所以我们在科学上 在技术上面去做突破 来处理这些顾虑 那这个就是不管大家立场怎么样 大概都可以同意的一个共同价值 那所以关于核能发电 因为我不是学这个 我大概也只能分享到这边 但是如果想要多了解一下 就是整个能源转型白皮处的讨论过程的话 欢迎到那个转型白皮处的网站 有两位朋友们问说 那请问要如何找到一个人的天赋 以及一个人的职业 我想这个要看你是不是那个人 方法是不一样的 就是说如果 如果就是你就是那个人 就是要如何找到自己的天赋跟职业的话 那这个其实是相对容易的了 就是我们 我们现在所谓的 就是12年国教课纲 我们明年9月就会上路的 我们在 第二年级就是第一学习阶段的时候 有专门安排一个叫做生活的课程 就以前大家上的可能什么美术劳作 什么之类的这些 它已经 当然99课纲的时候就已经合并成生活了 但是我们这个生活课程 在108课纲里面 它特别就是要老师采取一个 我刚刚讲的 就是权力陪伴 绝不主导 这样一个精神 去跟小孩子相处 然后每一次小孩子 对什么东西 发生一个好奇心的时候 他就去鼓励他的好奇心 而不是扼杀他的好奇心 完全不会有说 这个小孩 觉得某件事情 他有好奇心 但是老师就跟他说 那你长大才会知道 什么之类的 就是尽量不要抑制他的好奇心 那到某一个程度 其实这个小孩 他跟世界相处的这个方式 就会发现 就是他的最适合的一个modality 就是我们叫做学习形态 或者学习modal 那这个每一个人是不一样的 那但是其实这个 再加上每一个人 自己独特的生理经验 其实就是天赋 大概没有什么别的 是天赋的东西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很重要的是说 作为教育工作者 我们其实可以把小孩的天赋 尽可能地删除掉 我们只要告诉他说 不要做这个 不要碰那个 这个长大才会知道 等等就可以了 那所以要怎么样 我们从外面来讲 就是说你要剥夺他的天赋 是很容易的 但是呢 如果你是从他自己 作为个体 作为学习者来讲 那要找到自己的天赋 其实是充分地发挥 自己的好奇心就可以了 不过这个跟志业 还是不一样的 因为天赋 它毕竟是个人性的东西 但是志业 它必须要是跟整个社群 整个社会 要有一个联系 所以我们在108课纲里面 也不是只强调自发 不然变成纯粹的个人主义了 那后面就是 还有互动跟共好 这三个加在一起 是我们新的 科刚的三个基本素养 就是说我们不再去要求小孩 要在特定的轨道 特定的技能上面 去一定要考第一名 要把别人拼过什么 个人的竞争力 这个大概都不再强调了 主要的原因是因为 可能过12年之后 那个竞争的轨道已经不见了 或者被机器人取代了 而是说 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说 在他有自发的好奇心之后 他要有能力去 把自己的这个关怀 去跟不同领域的 不同背景的 不同文化的朋友来分享 那这个就是互动的这个素养 那这个素养非常重要 因为他不是只是分享 他也包含清廷 那这个双向的互动 累积到一个程度 那就到第三个素养 叫做共好 那共好其实一句话来讲 就是说 不要把别人当作是工具 而把别人当作是 也有他的价值的一个主体 那这两个主体 或者这几个主体的价值呢 加在一起 可以融合成一个共同的价值 去发现这个共好 这样子就是共好的素养 所以这个就会变成是 如果问说 我们现在怎么教小孩 那这个现在已经有一个 很标准的答案 就是我们接下来 就是这样子教小孩 那所以这个质言 从我们的角度来看 在十二年国教的过程里面 他随时只要碰到 就是他想要解决的社会 或环境或经济问题 他觉得能够怎么样 让整个社会变得更好 在以前可能是往不同的 这个一开始就找到跑道 分科分组等等 然后在上级可能跑赢别人 那现在都是这样 现在是说 那你找到你的purpose 你找到你的想要解决的问题 那他可能在这个点上 那你就转身 然后就往这个方向跑 你就赢在起跑点 因为没有人只能这样跑 那但是呢 这样过程里面 跟这个小孩 他能够发生关联的 就不是跟他在一开始 同一个地方起跑的朋友 而是在各个不同的地方 正在往同样的一个价值 跑过去的朋友 那这样子的过程里面 他就可以结合他的社区 包含我们现在常常讲的 USR 大学社会责任 社区大学 在地的各个协会 组织者 合作者 基金会 等等这些资源 都可以变成他学习的内容的一部分 事实上我们要求 每一个学校的科法会 去结合在地 去做出这个学校 他的校定的比修 校定的选秀 那高中全面的选秀化 大概整个目的就是 希望大家 在基本教育的这个阶段 就已经能够认识 他这个地方的特色是什么 价值是什么 因为我们有很好的这个理由 相信说 在学习阶段里面 已经有花两三年 投入他的在地的社群的补校案 即使他去国外 也念大学 或去比较远的地方念大学 他学的会是 他觉得未来 在这个地方用得到的事情 但是如果他在 基本学习阶段里面 完全就是关在课堂里面 不跟他的这个 就是社区有所接触的话 那他出去念书之后 大概就不会回来了 所以这个其实是非常重要 事实上是国家战略级的 的意义 就是我们希望大家 在学习的过程里面 不是学完再去应用 而是先用应用去引发他的兴趣 然后再去进行学习 那这样逐渐的 我觉得就会形成一个 一个behoof 就是一个人的志业 那有两万朋友们想问说 在执行当中充满着 自信和努力的动能 像请问你到年轻人 或中年年长者 或者自信 有没有什么建议 非常好的一个问题 其实我们在整个工部门里面 我们这两年做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我们叫做社会创新 引领法规创新 简称杀核 就是Sandbox 那这是一个 在台湾是一个成文法的一个 大管下的语理念 非常新的一个概念 简单的来讲 它就是允许你为了社会的公益目的 而违法给一年看看 大概就是这个概念 所以就是说有很多事情 以前你也不知道合法还是非法 问不同的举处 都给你不同的说法 那这样子的情况下 其实是非常容易挫折的 那相信在做各位都有一些经验 那所以呢 我们现在就有一个概念 就是说 您只要能够讲出 公开的讲 不是私下讲 公开讲出 这个东西到底对社会 会有什么公共利益 那么不管你要做的事情是 好比方之前有一个协会 他想要设立一家子公司 那或者是说 你刚刚的那个三本车 这个未来要开到路上 或者是他能够解决 偏向一些运输上的一个问题 或是有人要用无人机去做载货 或者是有人说 这个年轻人他没有跟银行存款贷款的记录 他希望用他的电信的费用 来付款记录 来算他的受刑额度 让他可以比较容易的取得金融产品 等等 就是有各种比较不同 讲得出 他不管是金融上的普惠 交通上的普惠 平台经济上面的普惠 等等 就是对大家有公共的好处了 只要讲得出一套讲法 不一定要说服每一个人 那任何人都可以说 那我就违法的一年看看 那这个其实是很有意思的 就是商合 它是一个从资讯科学来的一个概念 就是我给你一个风险的边界 在这个里面可以任意的去试 但是呢 你不能开出这个边界 所以它对社会的两个价值 一个就是 让大家能够有低修经验 看到说 我万载具跑来跑去 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第二件事情就是说 当这个风险被计算出来之后 大家觉得这个风险可以接受的话 那没想象中的 这个法规 或者这个法律 就变成了我们社会 都能够接受的法规或法律 我们就不需要在 没有低修经验的情况下 去进行讨论 所以如果大家到这个网站 Sanbobbs.org 可以看到接近有100个案子 都是非常窃进生活的 就是法规在当初制定的时候 还没有想到这件事情 那以前承担往往就说 过去某个个案不行 所以你是看得很像 所以也不行的这件事情 那这个呢 其实是让人非常挫折的 就是明明就不一样 但是为什么你要让我这个不可以做 那原因就是因为 从承担的角度来看 它如果说你不可以做 那其实只需要花一天的时间 甚至就是半天的时间 但是如果他说你可以做 那他就要去做一个解释 那他写这个行文还要签个几层 可能要花个七天的时间 那我们公务员现在都 这个加班相当严重 所以就是除非他有很好的理由 不然他选一天的这个做法 是比较容易的 但是呢我们从今年开始 在法律上面去做了这样一个修改 就是说如果本来有个个案 他的函事说我们今天是不准做 那他不能够退极到新的个案 即使通案说不能做 法律没有说不能做 这个通案要废止 那所以意思就是说 各个部位的KPI 以前都是说他多做了那些事 但现在我们有个KPI 是他废掉了多少函事 以及他调试了多少函事 所以他就是KPI 而且还有下一件事情 就是说我们有一些法律 是已经明农规定 如果这个承办说 那这件事不能做 因为它是违法的 那你就可以申请说 因为这个有公共利益 所以呢对不起 所以承办要陪你们一年来测试 说这个到底是不是 违法是不是对社会有好处 所以从承办的角度来看 本来是一天跟七天的差别 现在是一年跟七天的差别 所以呢我们就看到 大概九成的几率 他都是花了七天 然后帮忙把这个法规 调试到与时俱进 因为他真的不想拼完一年 对 但是这个也还是有些案子 进入这个一年的测试词里面 所以我这边要讲 就是说其实让人有自信的 一个很好的方法 就是说当你有一个创新的东西 出现的时候 不急就肯定它 也不急就否定它 你可以说那我们来实验看看 这个实验看看 它只要有一个空间的 跟时间上的限制 不只是平台经济在国发会 金融沙盒在金管会 或者是无人载具 不是在交通部 是在经济部 或者是5G的测试等等 其实各个主管机关 都可以放下以前的那种 监管的一个角色 而到一个引导的一个角色 在引导角色里面 其实你不急着肯定 也不急着否定的时候 你才能够看到 这个创新的概念 它对社会的真实的影响力 而不是一下子就用有色的眼镜 不管是黑色还是白色 去看这个灰色地带的创新 所以我觉得 就是reserve judgment 就是说当他有一个新的想法的时候 你不急着肯定 也不急着否定 我觉得这个是让人 有自信的一个很好的一个开始的一个对待 有三个朋友们想知道说 青年投入社会创新 政府能够提供的资源 有哪些 引法族是不是也有可能 投入社会创新 当然 我们在社会创新实验 也就是在我们的新创原末网这边 有列出所有的社会创新的政府的资源 如果这里面有任何部分 这个不管是诠释上面 或者是理解上面 或者是任何部分 有想法有问题的话 都非常欢迎到我的这个巡回的地方 来跟我这个讨论 因为我刚才已经有说 就是我每个礼拜三都在空总 所以大家都可以来找我来聊天 但是呢 我在这个office hour 就是大概第一 不到第四次 不到一个月 就马上有朋友抗议 说这样子你服务得到的 只有驻北部的跟驻高铁县旁边的人 除了这些人之外 这个就是 其他人来这边 虽然说有我四十分钟的时间 可是他光是过来这边 他就肯定要付出一整天的这个时间成本 所以这是不公平的 所以我也觉得 这些朋友讲的非常有道理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也已经长达一年的时间 就在礼拜二的时候 就会巡回到全台湾 像上一站是台南嘛 在前面是在台东 然后接下来应该是到南头 反正就是会在不同的 就是地方 在那个地方挑一个 就是大家可能之前比较不了解 但是跟在地的社会 相对方有关的 像我上次去台南 就是去新楼储蓄铸铸铸社 那是一个credit union 那他也是有非常大的 在地的组织的能量 但是同样也面临到说 那他怎么样让年轻人对这件事情 对合作运动保持热情的这样子一个挑战 那所以我去那边 在一个在地的组织者的场域 把当地的所有关系社会创新的朋友 都聚集过来 那我们就就事论事的来讨论 那讨论过程中 因为他们事前 事片前都会提一些问题 我们就确保说 在台北也有12个不同的部会的朋友们 只要是你有提问题 我就负责扣到人 然后他们就会在台北 他们也不用去台东或者去里道 他们可以呆在台北 但是呢 透过双向视讯的方法 大家都可以及时的看到 就是即时各自营母 也是见面三分前嘛 所以就是大家就可以知道说 这些承担 跨三个部会 到底是哪三个部会 那这样子有个好处就是说 那内政部的承担就不会说 我回去会衛福部 我回去会交通部 我回去会国发会 因为这三个就坐在他旁边 所以他们就不得不在这个 写男儿的这个艺术的这个引导下 用非常有创意的方式来 一起想出一些解决问题的方法 那这些都当然都是全部公开 有逐字的记录的 所以在每次议题之后的14天 我们就会公开它 然后让我到下一个巡回点的时候 可以接续讨论 所以我们透过这种方法 讨论了非常多 据说长达二三十年 没有解决的问题 我们想说劳动合作 是在接政府标案的时候 因为它不属于劳动部主管 但是它劳基法的这个保险 需要用内政部的方式 来设定一个合约 但是在卫福部的标案的template里面 却假设这是雇佣关系的时候 非常其实也没有那么复杂 不知道为什么很久没有解决的问题 我们就是靠着这三个部位的承办 都在同一个房间里 其实不到一个月就解决了 只是并没有那么难 之前之所以没有解决 就是因为每一次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 都变成几张A4纸 然后几张A4纸传了三轮之后 已经没有人记得本来的问题是什么了 就是国家的平凡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我们就是透过大家有共享空间 有共享完整的故事 甚至有去那边住一天 了解到他们实际的motivation 每一个承办都在风险是由我来负担 而创新的credit是推给他们的这样子一个局面底下 去提出创新的解决方案 果然就很容易解决 因为在此之前 如果他们创新的话 风险都是他们承担 然后有功劳大概都是证委的 但是现在是反过来的这个情况 所以他们就比较愿意解决问题 好像是这样的 所以我刚才讲到说 这个也是政府资源 就是大家的注意力可以集中在这个上面 其实也就是跟大家分享 这个我们本来不叫新创圆梦王的 我们的社创中心的新创基地 本来也不叫新创基地的 在前任政府 就是冯永老师的时候 是都叫清创圆梦王跟清创基地的 但是我在空走那五场讨论的时候 就有很多壮年的跟老年的朋友们说 他只要看到清创基地四个字 就有一种是不是把我挡在门外的感觉 我就说不要不要进来了 还点开新创圆梦王 当时还叫清创圆梦王 他就说那我来错地方了 我去别的地方吧 但是事实上你仔细去看这里面的所有资源 其实都没有年龄限制 那为什么一定要这个叫做清创圆梦王 或者叫做这个什么清创基地呢 其实是没有道理的 所以在主持完了几次讨论之后 我就请同仁们把所有的清创两个字 都换成新创两个字 这样大家就高兴很多 而且事实上这个后面也是有一根根据的 就是我们实际上去看 所有在投入社会创新的这些团体 我们有一个登记 大家在这个新创圆梦王的社会创新实验的 社会创新登记里面 可以看到我们有非常多的 已登记的这个名单 以及他们关心的这个议题 就是他们的服务类别 然后他的登记的年度等等 那这个后面当然 开心院啊等等这些朋友 都会去每一年都去进行这个追踪 那所以呢我们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就是我们就学到一件事情 就是说最成功的这些社会创新团队 大概都是我们叫做轻盈合创 就是说里面有年轻人 然后里面有壮年或甚至他已经退休了 只是想要贡献社会 那但是就是所谓的mentor 但是也有厉害关系的人就好 比如说他如果要做原住民族的这个文化的再生呢 当然他的board里面要原住民族 他如果是要做生长者呢 他board里面应该是要有生长者做更生人 他board里面应该要有更生人等等的这些题目 所以只要是有这个利益关系人 青年跟就是壮年或老年的朋友们 这样子共闯的团队 那他比较有可能活过五年 而且比较有可能真的发挥社会影响力 解决一些社会问题 那如果一开始全部都是一群二十出头的朋友的话 那很可能他可以想出一些创新的方法 然后呢给下一个创业团队参考 这也不错了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我们在经过这几年 从冯耀市当时到现在 我们其实有比较好的理由去支持说 我们一开始就应该鼓励这种 跨时代的跨预域的工创团队 而不是把它聚焦在青年或特定的年龄段里面 所以这个社会创新刚刚讲的那些资源 其实都完全没有这个年龄上面的限制 然后我们会尽可能去鼓励说 是这样子尽可能diverse 就是所谓的inclusion drives innovation 然后就是你越含龙不同的族群 就越有可能提出一些真正创新的一些想法 然后两位朋友们想要知道说 AI区块链的新科技将会带来很大 社会冲击如何转化为机会刺激 如果在教育科技产业里面有医院的性思维 如果促成跨年与跨时代的进一步的合作 这番号的问题 其实AI这两个字每个人看到的想法都不一样 我是直接想到那些三轮车 因为就在我办公室能够跑来跑去 但是这些三轮车其实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讯息 就是说他看到AI的时候希望大家想到的是 assistive intelligence 就是是辅助大家的智能 它不是人工智慧 人工智慧它是强调说它跟人不一样 但是其实人彼此之间也不一样 你知道我的意思吗 就是说我们在做 尤其是一些身心障碍者的重新融入的时候 其实有一个专门的词叫做直在 也就是直入流程再设计 那直在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把本来我们的工作流程里面 我们假设一个工作者 他就可以从第一站做这个操作 到第二站第三站第四站 他其实就是一条龙嘛 他就是那条龙的这样子的情况 我们把它细分成两三个或者不同的步骤 那每个步骤里面是给不同的 神性处境的朋友们来做 他可以用他最舒服的方式 去参与这样子一个工作 或者服务的一个部分 但是他又不会被要求去做一些 对他想比较困难比较挑战性的部分 那直入流程再设计 在就是世界经济论坛 因应AI的那个就是工作转变上面 有一份报告 那份报告里面 The Future of Jobs 那份报告里面 它特别指出就是 直入流程再设计的这样子一个工作 其实是在AI开始出现 就是应该说这一代的AI 深度学习开始出现 到现在大概十年的时间里面 十个最长被提到的新的产业需求 就是本来没有这个职缺的 冒出了这个职缺 那当然在不同的行业 它的名字不一样 在服务业它可能叫服务设计师 在我们资讯产业它可能叫体验设计师 在不同的产业大家会给不同的名字 但它做的事情是一样的 就是检视现有的工作流程 然后试着把它分成某些是适合辅助师的智慧进场 就是它的结构简单 它的输入格式很单纯 它输出格式很单纯 任何人来做的时候都会有一种我正在做很容易的事情 好像我是一个工举人的这样子一个感受 那只要是有这样的感受 这些环节就很适合AI来帮忙去做 那举例来讲 像当然这个刚刚那个三轮车是担任驼寿的角色 我想没有很多人喜欢当驼寿人 那但是呢 一些智力活动也是嘛 好像如果刚刚讲教育工作者 那如果你一直在教四则运算呢 小孩写了很多考卷 那你批改考卷的时候 很可能也觉得自己很像工举人 因为任何人批改出来 大概都只有精确度的差别 而不会有个人的生命体验 也不会有价值判断 也不会有人际沟通 这些都没有嘛 只有批改的速度跟精准度的差别 所以做的时候就会觉得自己很像工举人 那每一次有这样子一种情况发生的时候 其实AI大概都可以帮忙 事实上现在已经有APP了 你拿这个手机这样扫过去 都要帮你批改完了 所以在这样的过程里面 我们就可以了解到说 并不是AI取代人的工作 而是说在人的工作里面有一些环节 让人觉得自己不像人的时候 这些部分真的可以用不是人的 这些辅助师的工具来进行加强 所以他无论是辅助我们的工作 那唯一的挑战其实 因为这边朋友这个提到就在教育上 唯一的挑战就是我们在教小孩的时候 我们尽量不要用单一滚道技能导向 然后让他觉得他跑得很快 然后就是第一名等等的这样子一个概念 因为就是很可能机器在那个轨道上就念过去了 就怎么样都给人做得好 相反的是说如果他在做的是为了社会的影响力 为了互动为了共好 那他里面运用到的技能 只不过是他运用到的等于材料 在这些材料里面他自己亲手做 当然有这样的努力 但是未来如果变成为了来做的话 那更好 因为他要的是那个互动跟共好的影响力 他要的并不是觉得说我非常熟练于某一个特定的技能 那所以只要不过度认同技能 就不会有好像被AI取代 这样子的一种人性尊严丧失的问题 但这一切都是在我们在教育系统里面 不要去强化小孩人跟人之间的竞争 我觉得人跟人之间竞争已经完全没有利益 团队跟团队之间可能还有竞争 但是人跟人之间的竞争 我们越这样子交往的小孩越会在AI时代 越会感觉到人性尊严的丧失 所以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思练 另外一个这位朋友问到的就是说 跨世代的进一步的合作 我想跨世代的合作有一个前提 就是说这个合作的题目对两个世代都有意义 而且都是新的 就是说并没有双方哪一边比哪一边更懂 那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如果 好比像说这个 一边对另外一边说 这个我就是走过的桥比 它走过的路还多 或者反过来说 这个我上一括的网站 比上海还多 这其实双方就没有对话的基础 因为它是一个完全单向的一个主从关系 但是我常常举一个例子 就是说当时有一个游戏叫做Pokemon Go 我不知道这边有没有人玩过 就是它是在你的手机上面会 就是你看四周会爆出一些口袋怪手 然后如果是在北部的话 它会带着你去看台店的变电箱 因为上面有公共彩绘 叫做Pokemon Go 所以就是你们一个月变电箱 就看到一对人围在变电箱旁边 这样子就很奇妙的一种景象 那当时在流行的时候 我们就看到很多就是阿公阿嬷 然后带着孙子孙女 然后就一起去抓Pokemon 但是其实你也看不太出来 也许是孙子孙女带着阿公阿嬷 其实后面的团体动力是非常多元的 其实并没有哪边在带哪边 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第一个 扩增时境对两个世代来讲都是新的 第二个是说每一个都有可以贡献的 阿公阿嬷可以贡献说 我们经过这个地方 在我年轻的时候这个地方的地景是怎么样 故事是什么等等 小一辈的可以说 这个火袋怪兽他后面有什么样的故事 他跟小智一起经历了什么样的冒险 就是两边都有故事可以讲 在这个过程就不会哪边赢过哪一边 就算是中间的重年的这一辈 如果有空也有贡献 可以开车一直开到29.9公里 然后大家就可以一路抓之类的 所以意思就是说 当每一个世代都有贡献 但是这个题目又不是哪一个世代的专利的时候 那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说轻盈工程最好的一个题目 因为大家都有可以贡献的地方 但是又不是dominating 就是并不是去那种压制的方法 去面对另外的时代 有三个朋友没想要知道说 在2014年提出的设置原理 那目前的社政府的设置政策方向是怎么样 那当然刚刚已经讲了这个八个字 就是权力支持绝不主导 那不过我想这个可能还不是非常的详细 所以我还是讲一下好了 我们现在就是不会那么强调说 哪一个企业是社会企业 或者不是社会企业 基本上我们要求非常简单 就是说如果你觉得 你正在创造一些社会价值 或者环境价值 或者永续发展有贡献等等 那我们希望你把它讲清楚 就是你的Purpose 使命要讲清楚 而且是公开讲 不是只对补光 对每一个人讲 那第二个是说 那你达成这个使命的模式 你的Theory of Change 或者你的Business Model 那这个呢 也希望你讲清楚 如果大家在这个 我们新创圆满网上面看到 设计登录的话 大概就是希望把这两个东西填清楚 第一个如果你是公司形态 那当然写在公司章程里 如果是合作社形态 合作社名字里面就有了 但是他们也希望写在章程里 那如果是NPO的形态的话 那章程里面也希望能够揭露 这个是所谓公益责性的部分 那但是责性的部分 大家知道的不是只是讲而已嘛 每一年可能都要透过你报公益报告书 责任报告书等等的方式 告诉整个社会说 那我说我存在是为了解决这个社会问题 到这个社会贡献 我到底做了什么 所以使命 模式跟实际的影响力 那这三个的揭露 如果都有做 那你说你是社器 我们绝对不会说你不是社器 但是反过来讲 每一个人对社器的看法都是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每个人的这个光谱 这个社器到底就是 这样子算是社器 这样子算是社器 这样子都算是社器 每个人的想法是不同的 所以我们从政府的角度 我们的要求就是说 就是你挂羊头那就卖羊肉吧 挂狗头不能卖狗肉 就是说明确的说明的使命 然后明确的告诉社会 实际的影响力是什么 那到底什么是社器 那说真的每个人自己心里有一把尺 这个是我们目前对于社器的具体的想法 那但是呢 我们在意的是 这两个价值不要拔合 而是共同创造 就是说在以前大家会觉得 多赚钱那就少做公益 那或者是说多做公益 就少赚钱 那但是我们所谓的社会创新的意思 就是说它不是拔合嘛 以前是这个形状 现在是所谓的共创嘛 就是说大家都可以找到一些方法 这些方法里面 你可以一面创造社会价值 一面也有合理的经济效益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提出 他觉得work的方法 但是为什么我们在意的是 社会创新就是因为 这个方法不一定work 很可能它试了五次都不work 但是因为它是公开的 就像在沙盒里面 它没有所谓的失败 因为都是实验 实验没有失败 只有我发现这个方法好 跟我发现这个方法不好而已 怎么样都会有贡献 所以再下一步的人 他就可以拿之前的这个生剧教学 然后再去试不同的创新 所以我们不能保证 社企一定解决社会问题 或者他在解决社会问题的时候 一定能够创造合理的经验模式 但是我们可以保证 他一定想出结新东西 这个就是所谓的 under process and over delivery 就是说我们整个政府要的 就是希望大家分享大家的创新 那在这个过程里面 如果他碰巧真的解决了社会问题 跟创造出经济效益 那当然非常好 但是如果只有创新 他一下子发现不 work 那他让别的人用别的形态 再来试试看 这个概念 这个模式才是我们想要做到的 那所以我们的修法 也是反映了这件事情 就是说当你采用公司形态的时候 现在你得就是可以去说 那我家家公司的存在 就是为了一个公共利益的目的 在章程去做揭露 但是我们并不强制所有公司 做这件事情 那同样的在合作社 在社团法院 在财团法院上面 我们也都进行了相应的修正 让大家非常容易地去用 不同的组织性态 然后面对不同的永续的课题 然后去进行不同的尝试 但在这个尝试的过程里面 我们希望大家提供的 就是说你在做哪个题目 实际项的哪一个 然后或哪几个的综合 然后以及不怕去跟 其他在做同样的题目的人 去做连结 所以这个是我们目前 面对social innovation的 一个基本的看法 所以简单来讲 就是从我的角度来看 我专注的就是十七项 永续发展目标的 第十七项 就是促进目标实践的 伙伴关系 所以我到联合国 相关的会议的时候 有人问我 digital innovation是什么 然后我就说 大家可能都知道 前十六项 这个永续发展目标 就是我们从平击 平击见教 然后性净能量 公平承认 弃海路和 那所以这个像 因为就是每次看到icon 都必须背出它是哪一个 所以现在都有一个口诀了 大家除了前面十六个 是大家比较有感的之外 那我自己做的是第十七个 那特别是在第十七个里面的 第十八系上 第十七系上 跟第六系上 就是说 第一个把所有正在做 永续发展 想要发挥 社会环境经济影响力的人 他们到底做了什么 的这个资料去公开 让他能够相信这个资料 确保这个资料是难以传改的 那这是十七年十八 第二个在同样的资料上 去说呢 同样一个问题 因为它真的是结构太大了 那我们需要结合各界的力量 确保各界都可以跨越 它的组织形态 来解决相同的问题 这叫Cross-Sectoral Partnership 跨部门的伙伴关系 那最后就是七点六 当我们真的做出一些 很不错的创新的时候 我们不是采用一个殖民者的方式 说其他国家 就一定要完全听台湾的 或者是不然拉倒 而是说 我们是透过共创的这个方式 不管是像跟MIT的合作 或者是我们在选资源上面 透过AI去解决了 台水的漏水问题 然后同一组 就跑去NCLA 三个月解决他们的漏水问题 都不是说好像一次性的交易式的关系 而是彼此之间建立长期的信任 然后共同创造的关系 那这个叫开放式创新 Open Innovation 也就是SDG里面的17.6 所以这个大概是我们 目前从政府的角度 为什么可以说 权力支持绝不主导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为 我们做的事情 真的就是把大家正在做的事情 确保让所有人 包含国际上的朋友 透过SDG的这个架构 能够看到和分享 好 那我们就休息个10分钟 那10分钟之后 我们再来考读地方创新 谢谢 幸福指数还没居前 在高原教育 多元包容性格平等 科技创新跟产业竞争的表现 都非常的出色 那对台湾有什么启发 或是说台湾新兴的社会企业 怎么样以国际的格局 来提升自己的能量 其实刚刚讲的那个 就是越包容越创新 Inclusive Drives Innovation 它确实是这样子 那我们现在在 就是整个永续发展的思考里面 其实我们现在辅导的 或者是说关注的最多的 往往不是它单纯的 只解决一个问题 而是它用一个循环的一个态度 试着在这些不同的题目中间 去找出一个善的循环 那举一个 我不知道这边有没有人 这个之前演讲提过的例子 天赋城市 之前演讲有人讲到吗 因为这边我不知道讲很多 社企业的例子 好 那我稍微讲一下 因为我觉得这是蛮好的一个例子 那这个其实也是 大家如果到空总社创中心的话 就在我办公室一出来 右手边就停了一台 这个天赋城市的车子 那这个也是非常有说服力的 虽然它不是自驾车 它是让接迈者能够变成 整个都市的一个 全方位的服务的提供者 的一个Mobile Station 的一个移动的一个服务站 那接迈者 当然我不太需要说明 各位可能都有遇过 那就是可能是 就是行走比较不方便的朋友们 那可能是想要跟各位这个 这个卖 不知道 这个上面好像是抹布 或者是 维生纸或者口香糖 这一类的一些货品 那我想 大家对接迈者都已经有一些想法 那但是 我们看到这个例子 其实它叫做天赋城市的这个project 它是一家叫点点善的社会企业 用一个类似石头汤的一个做法 其实我待会会描述 在自己几乎没有做任何事情的情况下 就翻转了这个 那它市场已经开到西门町了 然后也获得了日本的 Good Design 就是全球前一百大 这个善心的创新的奖 那所以是蛮有趣的一个 有运用国际的这种思考的架构 那这个想法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它把一种东西叫做设计思考 Design Thinking 那设计思考其实是 像哥本哈根 或者是在丹麦 就是北欧等等 他们在做政策设计的时候 都会先想的 就是说 不是你看到一个问题 就急着去解决它 而是你看到一个问题之后 先经过一段探索的过程 去看说这个问题后面 到底有怎么样子的可能的成因 然后你去把每一个碰到的人 都去跟他聊过一遍 那就是所谓的民主制方法 但事实上就是跟他混了 那混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你就会了解到这件事情的 从各个不同方向的面貌 然后接下来就要凝聚到 它叫Double Time 就是两个算式 中间会有一个点 就是问说 我们可以试想如何 去让怎么样事情变得更好 那这个就是在第一阶段 所有的利益关系人都觉得说 这样子的未来对大家可能都更好 那第二个阶段再去解决问题 所以这样子的好处就是 他比较不会头痛一头脚痛一脚 而是说确保头跟脚都已经 彼此有神经彼此串联之后 大家再比较完整的去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当时呢 他们做了非常多的访谈 也实际确认解决这些这个过了他们的生活 那就发现说具体的痛点 其实如果在场这个有学商馆的呢 那我尽可能用纯粹资本主义的名词 就是说第一个就是说 解决者往往没有一个很好的pitch 所以就是说他没有办法在短时间里 就告诉你说你付给他的钱 接下来会不会用到哪里去 那第二个是说他的这个互动 他的CRM 就是他跟客户之间的关系 是比较单调的 如果他第一次遇到你是说 先行小姐行行好 下一次还是说先行小姐行行好 好像并没有什么这个深化客户关系 的这样一个机会 那第三个就是他们的供应链管理 就是self-chain management 那可能也没有办法去跟好比 享受便利商店去比较 意思是说以单价来讲 你买的这些单价比起便利商店 很可能不会比较便宜 所以从不管是这个 就是就是 就是CRM的角度 从self-chain management的角度 从他的企业识别形象的等等 这个角度 大概都很难去用 就是一般的市场的方法去切入 所以就会变成是 可能你跟他消费了一次 或两次或三次 但是其实并没有深化 这件事情本身的社会连带 那在没有深化的社会连带的情况下 其实真的不太可能 有一个很大规模的或很长时间的一个讨论 那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们就是尽量去卷动 正在做生活招呼 或者职能训练的这些专业者 他可能自己都不觉得自己是做社会企业 但是是说那你可以投入这件事情 让他们有更多的互动的可能性 可以穿得更专业 然后在就是有城市有发生事情的时候 可以更好地去进行对话 那第二个是说他们也找了台湾有非常多 他们都会做服务这样子的一些连行冠军们 他们就是去改造这样一个轮椅 把它变成一个很漂亮的一个电动车 然后在上面不太有储物的地方 而且甚至会有一个就是大的易经营免 那他甚至可以透过像红外线的方法去侦测前面有几个人 这几个人目前状态是怎么样 但是没有侵犯到隐私 然后就会播放这个适当的东西广告 所以你只要站在前面十秒钟 你就已经有这个贡献了 那所以这个部分也是蛮好的一个设计 那第三个就是他尽可能去多元化他的经过的来源 所以说他必要有一个城市要做公平贸易 那他可能就进一些公平贸易的茶 或者一些咖啡等等 margin比较高的这些单品 或者是在跟整个社会企业的生态系 去批货去进行联系 但是呢其实为什么说是石头汤呢 因为他们是什么都没有的时候 这个就是如果这个小孩要创业 担心他轻家当成 可以不用担心 因为他是可以在零成本 事实上是负成本的情况下去创业 他只要在群幕平台上面跟点点扇一样 去说我们要凑到八十万 这个project才启动 那台湾各界创业三星的人士 一下子就会凑到一百万 可是这个呢其实不是只是就是出钱而已 他事实上是一个我们叫做群众智慧的一个过程 因为你只要掏了钱 大概就不会想要看到他失败 所以虽然他一开始根本就只有这一张草图端出来 其他别的什么都没有 那大家也会帮他想 所以呢就会有人想说 这个在强势的很多角落 他没有无线网路 这些朋友可以到无线网路的热点边就会凑近嘛 那或者是说你的手机很容易没电 那在上面他可以有一个快速充电的一些插座 那你就可以手机放在那边 他帮你快速充电 然后充一杯公平贸易的咖啡 我抢给你喝嘛 那或者说有人注意到 这边是可以放这些伞的 所以他也可以变成一个安心伞的 一个收纳集散的一个社区的中心等等 那这足牌不及被宰 就是大家如果去看他的群目的话 大家会不断不断的提这些主意 那所以就真的像石头套一样 就是他们就实际的去收集了这些主意 然后跟这些接迈者讨论 可是在大家不断的分享 不断的转传 不断的出局的过程里面 我们就脱离了本来的慈善的 或者是social responsibility的那样一个思维 我们就变成BD的一个思维 就是商务拓展的一个思维 因为大家都非常容易的看到 说在这样的一个设计底下 比起你固一个人一直举的一个牌子 他这个效果不知道好了多少 所以任何人就可以把它看作是一个end point 你的服务递送的一个终点来看 它是你的等于是声音上的伙伴 而不是说好像他们很可怜 所以随着这样子讨论这几个礼拜过去 越来越多人就不会把这些朋友们看作所谓很可怜 而是变成是 那他真的有他非常有价值的贡献 那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 怎么样卷动这个社会 用一个不同的角度去看 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那这个也是 为什么社会创新被叫做社会创新 其实他这个创新的扩散不需要等这个服务或者是一个产品 那只要这个概念 可以在网路上面 各国的朋友看到 日本的朋友看到 各地的朋友看到 马上他就会在国际上面去传开 那这个创新的扩散是比产品或服务的扩散要来得快的 那我们现在的具体的做法就是我们会每年办相当大型的一个活动 今年是办在台中嘛 叫做明日亚洲 就是所谓的社会创新的高峰会 今年是由社会创新的主办 写憨二的协办 那我们在明年五月 也就是母亲节的时候 同样的也是有一千多人 那这次是在高展 由这个写憨二主办 然后英佩浩协办 那所以可能再过一年说 英佩浩主办 当然就是大家是用一种比较传承的这样一种心态 去看说整个台湾在社会影响力上面 最近一年到底做了哪些新的案子 国际上面有哪些大家很想学习的案子 像去年的Keynote是柬埔寨的幸运小铁鱼 就是去解决全世界缺铁的问题 他去拿一只小铁鱼 然后卖给当地的妇女放在锅子里面 然后就会自动的释出铁 然后解决缺铁问题等等 所以不管是国际的创新引到台湾 或者台湾的创新扩散到国际 我们就是不断的透过这种 就是设计高峰会的方式 去组织所有世界上的资源 所以去年叫做明月亚洲 今年叫明月亚洲 明年叫做启动亚洲 我们大概就是以亚太作为这个范围 这次因为在高雄 所以我们会以任性 就是resilience 或者是水资源水循环等等的这些 来当做这一次的主题 所以也很欢迎大家的参加 有三个朋友们想要知道说政府具体推动地方创新的计划要如何参与 各位可能知道就是2019年是地方创新元年 所以技术上来讲我们现在还在地方创新雷年 就是还有11天才到地方创新元年 不过我可以先剧透一下 就是地方创新元年到底要做什么事情 这个是11月30号的国家三年纪号草案 它还没有定案 它要到元年才会定案 1月11号我们会听第一次的完整的这个定案的简报 那不过草案也已经差不多了 所以就跟大家稍微讲一下 地方创新虽然是从日本借过来的一个词 但是地方这两个字在日本的用法跟我们的用法不完全一样 在日本其实他们的想要解决的问题就是 他不要一直跑去东京 然后挤在东京都不穿小孩 的这样子的一个这个人口结构的问题 那在我们这边的地方 它是有一个明确的定义 就是有134个行政区 它的人口数只占全国的11.6% 但是面积是66.5% 然后它的算法就是说 这些地方它的人口也进入出 然后以及它的年龄结构已经达到一个 我们如果不做些事情的话 那这个地方它维持它基本的机能 接下来就会成问题的这些地方 所以这些地方就是地方创新的明确目标 地方创新指的就是这134个作为优先推动的一个地区 那所以对于这些呢 大概分成三类 东山渝村 中介的城镇 还有园湘 那大概要做的事情呢 其实一句话来讲 就是去找到社区意识 然后确保大家在回这个地方的时候 或者留在这个地方的时候 有一个足够好的生态系 能够让年轻人可以维持他的生活之外 甚至是能够在这边 但是去扩大这边的生态系 那这个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非常具体的来讲 就是说确保网路可以取代马路 在这些地方其实很多青年人 他如果能够有一个就是够快的观品的话 尤其他如果是做的是一些比较创造性的工作的话 其实住在哪里是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的 他要的是一个好的人际的连接 他要是肯定他对这个地方的贡献 然后而且如果他要参与他的地方的治理的话 可以不要一直只是帮在地的发展协会 写计划案能核销 而是能够真的在这个去创作他的 接下来的地方的identity 就是他的认同上面 能够有一些先期的一些帮助 那所以这些部分 当然网路取代马路是最重要的 那接下来呢 另外一个很重要就是 我们在问大家对地方的感受之前 先跟大家分享这个地方具体的状态 那在以前这些统计大概都是分分别来 在不同的部会跟不同的乡镇取公所 跟不同的设造团体等等中间 那Teslas就是想要把这个全部集中在一起 然后让大家能够一次的看到某个地方 他现在结构性的实况到底是怎么样 那有了这个之后呢 我们就要确保说 在中央部会任职的公务人员 他们可以在那边像第一线的 就因为像我在怎么巡回 我也不可能134个乡镇就是都跑骗嘛 就是非常困难的 可能要花四五年的时间 但是如果有从这个附近出来的公务员的话 而且我们又已经通过了 不管在资安上面 或者在这个公务流程上面 都没有问题的远居办公的模式的话 那大家都可以像唐方平常在哪里都算上班 所以这样子的话 这些公务员就可以分散到不同的地方去 但是还是在做他在中央部会做的事情 那这样就有一个好处 就是说大家就可以就近的去问这些公务员说 那在整体中央部会的计划里面 他们到底可以扮演怎么样的一个角色 那所以呢这里面可能最重要的就是说 大家不是单点单点的去请政府的计划 而是先去提说 那我们到2030年吧 或者是到2025年 这个地方想要有什么不同的愿景 然后这个愿景他的参与是以前分属于不同部会的 什么农灾啊或者是青春啊 所有的这些东西是不同的 把人不同组织团体加在一起提的 那提完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去确保说 这个东西会在行政院的层级 在地方创生汇报会看到 那所以呢这里面就有两个形态 一个就是说 每个地方他可以提一个提案 那又或者说跨象征范围 他可以有一个就是主题式的 资源互补式的这样子一个提案 那所以最大的差别 其实就是以前都是各个各去拼各的嘛 但是现在就是确保说 每一个趋公所 甚至在趋公所这个层级 他就可以去handle这样子的提案 然后县市的这个指定单位 他必须要把这个提案 去很明确的给所有的利益关系人去参考 那这个提案的格式 其实就跟以前大家习惯的 那时候跟政府的提案完全不一样 以前是非常非常细索 每年就要重新关考一次 然后这个 所以在某些特定的月份 还不能做任何事情 任何政和调等等的这种状况 那这个是一个比较长城的 这个就比较像我们大学的社会责任 它是一个五年为期 两年再关考一次的这样子一个长城提案 那这个长城提案的格式是非常清楚 那我们看的其实它的可行创意外移 那有这三个之后 我们则很确定说 那任何人回到这个地方 他都可以加进去一点点 而不是彼此底下 要彼此的力量 所以大概整个概念就是这样 然后它的核销 或者是它的这个服务推动的方式 也跟一般的政府计划不一样 就是你不用去算是在几月 它是一个叫做随到随办 的这样子一个概念 就是它并没有说你几月收单 它是一个就是持续性滚动 是多年期的这样子一个系统 那所以这个后面其实需要非常多 刚刚讲的这个数位可信赖的数位资料 那这个就是刚刚那个TESAS系统要做的事情 好 所以地方创意大概就这样子 它不是一支新的计划 也没有什么新的预算 它是确保说所有这些现有的各部会的计划 是用一种最大化综合效果的方法做 然后让在地的朋友可以参与 而不是说我们又变出一支新的 然后就又要在地的这个秘书们 或者是这个协会的这个年轻朋友们 又又做一套新的作文比赛 不是这样 而是把本来的东西把它集成之后 确保说各界的朋友都可以来做一些事情 所以这大概就是稍微剧透一下 实际的做法 我们会在1月11号的时候 国发会请青年咨询委员会的成员 因为我们 我也是青年咨询委员会的副召集人 就是这25位年轻人 就是实际在国发会进行词面对面的对谈 那这里面很多都是在地的组织者 那之前也参与过非常多次刚讲 这种单点式的这个各部会的等等计划 所以他们会就是非常激烈的 非常具体的去把这个实际 他当到第一线到区工作的层地到底要怎么做 去进行一些批评指教 那当然有一位我们郭信传委员 应该是还在国外比赛 不过我们会希望这个 透过视讯的方法 让他也可以这个也可以加入 也可以关心这样 所以这是我们 尽可能让青年是觉得说 他竟然不是要跟在地的 现有的社会系统冲突 可是同样他又不是被在地的社会系统 所使坏 他是可以在一个互谱的一个角度 去提出这样子一种创生的构想 那只有这样子 青年才会愿意回到就是他出生的地方 这个是最基本的想法 那所以具体的怎么参与 我有一个很赖皮的想法 就是说那很快你会去公所就可以知道了 但是事实上如果不做到这个程度的话 我们也不能说真的在推到地方创生 所以确实怎么样赔礼 甚至是居公所层级的朋友们 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有三个朋友想知道说 我的孩子可借由教育改变想法 想问既然对已经离开学校的大众 知道什么方法加深 他们对人权议题的理解 例如同婚 而不是只是对这个sensational的心 或者传单的情绪的煽动 不过我想就是 婚姻这个议题 它其实不是只是人权议题 它牵涉到一个概念的模様 就是说我记得我小的时候 长辈都跟我说婚姻是一个社会行为 意思就是说你要就是办 因为我妈是这个前生天主教徒 所以她就是说要证婚 然后有这个整套天主教的仪式 不过当然我也了解到说 有不同信仰的朋友 可能要请婚姻婆 还是什么的 就是有很多民俗礼仪 我想不同社会系统 大概都有不同的仪式 但重点就是一个仪式 然后仪式发生了 整个社会知道了 国家记不知道 那个是随便 你事后什么时候去补办 什么时候去登记 它都不影响婚姻之生效 就像是说一个人他出生就是出生了 那你什么时候去办出生登记 不影响他已经出生了 那所以这是一个 就是纯粹的一个社会行为 我小的时候都是这样子 了解的 那当然比我再年轻一辈的朋友 就不是这样想 因为在2008年的时候 婚姻制度有了一次修正 从仪式婚变成了登记婚 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 年轻一辈的朋友们 就是年纪比我小的朋友们 他们对婚姻的了解 就跟之前完全不一样 就是那你就找两个人 然后去护针四路 所以就跟报税一样 你只要填完了表单 你就做完了这个动作 它是一个纯行政工作 那不管你之前请客之后 请客都不请客随便 但是这样子的话 登记就感觉完成了一个婚姻动作 那这个完全是行政上 你取的一些权利跟义务 大概就是这样 那所以其实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事情 那只是不同事态的朋友 就是用了同一个字来形容它 那所以我觉得很多沟通上面的一些困难 大概不是因为这件事情而产生的 大家如果有去公投的话 就是看到公投的票顶里面写着说 你是否同意婚姻民法什么 这些东西什么 看到婚姻不同世代 然后领冒起来的那个风景 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我阿嬷的教友就要她往一边盖 那她的这个孙子孙女 都要她往另外一边盖 所以我阿嬷到最后就决定不要领空投票 然后就省了全无人员一些时间 对 但我的意思就是说 先肯认说大家对于相同的词汇 有不同的想象 先肯认说有不同的经验 我觉得这个比起 就是加深对人权的理解来讲 这个是基本功 如果没有办法彼此了解到说 对同样的词汇有不同的生命经验的话 那所谓的加深理解 它很可能会陷入一种 就是刚才讲的 就是一边觉得就是走过的巧皮 另外一边走过的路多 的这样子一种说教室的情况 那其实我们没有办法改变其他人的想法 我们只能改变其他人的感受 这个是非常基本的一个概念 所以社创中心一向都不是一个传教的地方 只是确保你第一次碰到这个创新的想法的时候 是有很棒的这个结合选的一个空间 然后是有很好吃的食物 然后有很好喝的饮料 所以你看到这些自驾车的时候 三轮车的时候不会觉得是洪水猛兽 我唯一要营造的就是这个气氛 但是并没有要重教跟大家说 AI大法好 完全没有这个意思 甚至是说大家第一次碰到AI的时候 是在一个开放的 不急着肯定 不急着肯定 这样子的情况去进行理解 那所以我们在跨世代沟通 或在人权议题的沟通上面也是一样的 就是说像民间有非常多做倡议的朋友们 尤其在这次共同之后 都学习到说 那也许我们要做的不是去 对抗煽动的方法 并不是去翻山洞 而是去同理去理解不同世代 以及不同背景的朋友们 对同一件事情的想法 所以我的具体建议 就是说就是学着煮很吃的东西 或者是找一些比较舒服的聚会的地方 大家可以很放松的去分享生命经验 然后在公投前 我有很多朋友就跟他家里面出轨 那就是为了要拉票 那然后也都没有发生什么餐剧 出轨我跳还OK 可以再调一下社会气氛 那当然拉票也不一定都很成功 那但是就是说 但是都投完了 反正也出轨了 那大家就觉得这个比较舒服的地方 然后具体的分享自己的生命经验 我觉得这个才是重要的 公投其实是 反正也只是两年的事情而已 大概就是这样子 公投我小弟姐妹 OK 有四位朋友们问说 这个对于台湾的经济跟低薪 有什么样子的看法 这个低薪它不是全面型的 它特别是在内需的服务业上 然后这个内需的服务业也不是全面的 它特别是在人口正在结构正在变化的 就是地方创生最target的那些地方上 那这个大概都是Tesas 就是那一套这个系统告诉我们的 那大家具体感受 其实是好像不得不离开这些地方 或者不得不去从事一些 感觉上未来性不太足够的一些工作等等 那一旦陷入这样子的情况之后 那就没有那么容易去离开这样子的情况 那确实这是存在的 那不过这个情况也不是台湾所独有 其实在金融海峭之后 全世界大概都面临类似的一个情况 就是传统上用创造环境不利的外部型 简单来讲就是靠破坏环境 跟破坏社会来拼GDP的这套方式 它事实上是走到了一个极限 那走到这个极限之后 大家都不能够在这个运用统讯学的方法 就让GDPI多高多高的这种方法去成长 虽然附近有一个经济体多事了几年 但是他们现在也发现不能这样下去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 这种纯线性的这个思维是在全世界各地 即使是比较右边的新自由主义的朋友们 都发现说没有办法长下去 他要给一个交代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现在在做企业治理的时候 都会说ESG accountability 就是你要对环境对社会对治理的结构 都要给出一个交代 因为如果不给出一个交代的话 大家发现说这样子已经过不下去了 所以我们现在在作用学派目标的时候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点 就是我们要找出GDP之后的measurement 就是我们如果不能只看GDP和GDP 它会让各种各样的负面的外部性 都很容易发生 那我们能不能够去看一些GDP 不是GDP 但是又能够让我们知道过得比较好的东西 那刚刚有朋友提问 提到Werbin Index 那个确实是一个 永续发展目标是一个 快乐指数是一个 然后还有很多别的 但是这些的目前的挑战就是说 我们怎么样去让大家都扶起的方法 给一个交代 然后把它量化 那这个据说是影响的研究员 在做的一件事情 那这个反应的事情 我们去跟诸谷 我们不讲解 对 对 对 你刚刚提到Werbin Index 对 那如果说可以的话 他们是希望能够恢复 那被删的原因是 因为在这个Werbin Index 里面有一个是在比较落后的地区 看病马桶的剑子尺寸 所以当年被笑称为马桶尺寸 是 所以因为这样就立马 就把他们的硬盖给删除 这是我听到 然后我们去拜法去尽数 那希望 我会听过这个故事 对 见过那个 把各个数据能够统合起来 然后我们可以在做社会 这样的评论的时候 跟社会认识说可以 是 实验者可以用 对 所以这点我就可以 对我满 我满同意的 就是说其实之前我们在讨论 包含这个是用类似分类卫星掌 等等的这种方法 当然就是我不是学会计的 但是这些就是 学会计的朋友告诉我的 一些可能的做法 我们现在发现说 我们架在永续发展目标上 比架在别的方法上面好的 主要一个原因就是因为 永续发展目标它内建 就是ESG的平衡 就是 就是这张图 就是它内建这些东西是彼此加强 而不是彼此抵消 Synergy-based Synergy-based 第二件事情是说 永续发展目标 跟在此之前的 那个前世年发展目标不一样 是说 它没有去分开发中国家 跟一开发国家 它没有说一开发国家 好像欠开发中国家 这个一定要做什么事情 它讲的是说 所有人到2030年的时候 都要到这里 怎么到这里再说 但是都要到这里 所以 SDG我觉得比较好的 就是说它不像以前 是比较短程的 是有一种就是 你要做到特定的事情 SDG要比较是说 你最后要到这里 然后是比较长程的 所以是一种 比较规范性的一种理念 所以我们现在 从 SDG回来 去要给一个交代 就是每一个国家 要自己提一个叫做 资源型国家报告 或者如果你是纽约市的话 你可以提一个 区域性资源检释报告 因为纽约觉得自己在永续上面 比美国做的好多了 不想跟美国绑在一起 那这个是他们的自由 我的意思是说 每个地方只要觉得说 那我愿意 透过这十次项 去给整个世界一个交代 那他就可以自己去发展出 他自己的index 那这样就比较不会有 刚才讲的就是说 在某些马桶 已经很多的国家 自己就是好像不得不去 设立一些index 所以我们确实有在跟 好比想说 永续发展的研究网络 SDSM嘛 那他们在非洲 好比想说 他们就有自己的一套 旁边的这个卫星帐 那我觉得台湾引入 这样子的contability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目前确实 我们是用好像USRI 自己可以去说 那这个USRI计划 大学社会计划 对SDSG的什么贡献 上市公司 像PWC嘛 或者KPMG 现在也都在说 那我们用用虚的方法来编目 可是资料也是一样的 它只是暂时先做的 所以 那在这个网上 就是您刚刚讲的 它可能要到更细的细向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蛮重要的 所以最后要做到的 还是类似 Oerbin 或Happiness Index 那种东西 但是我们可能要用SDSG 重新包装它 这样子才比较有可能在 就是台湾这个 在WTO 自称为开发国家的地方 来推这样子的一种东西 那以前的那种 就是好像它比较是 开发中的做法 在现在大概没有什么 political currency 对 目前实际经营是这样的 对 所以回来 就是说我想解决低性问题 它的一个前提是说 大家在所在的这个地方 它有mobility 然后它的这个mobility 不一定是说它可以随时搬到 其他的国家或其他的地方 它也可以是到这个岛内 其他正在做出更好的 生态系的地方 现在有个专有名字 叫岛内移民 那这个岛内移民 我觉得是带动作为内需境界了 至少明年我们觉得这是最主要的方法 其他大概都是辅助 这是一个 那第二个就是说 那在工作的过程里面 能够讲得出一套 就是社会上或者环境上 这个工作本身创造什么意义的一个交代 这个accountability 那我觉得是跟经济是一样重要的 因为你越给得出这个交代 那大家力量就越会聚集在一起 而不会是彼此底下的这个情况 所以这是主要的一个看法 有思维朋友们问说 改变的机制 如果只是随机的 那么会不会实验 永远都只是实验 而没有办法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 我想改变的机制 它不会是随机的 刚才讲的随到随省 并不是骰子的意思 刚刚的意思是说 我们跳脱年度计划的这样一个思维 而是说随时滚动的这样子一件事情 所以其实我刚刚可能要讲的比较清楚一点 也就是说当它有了一年期的实验之后 我们以这个无人载具当作例子 很多地方告诉我们说 他们是在地方创生的过程之中 他们最需要的就是无人机送货 这样子一件事情 因为他们在那边交通相对不便 从最基本的生活用品到其他的就是医疗 等等这些送药等等这些 他们都会希望说可以用比较快速的turn around 那无人机是一个非常具体的解决方法 那目前呢 无人机的这个非法就是说 它超出视线 或者在特定的高度以上 目前是违法的 但是他们没有很强烈的需要 所以这个时候它就是可以进入沙河 那所以这个金融沙河的特色就是说 这是经济部所主办嘛 所以从经济部的角度来看 陆海空都一样 所以你可以飞起来 在河流里面航行一下就上路啊 等等这些东西 都是可以实验的一个标的 所以从经济部的角度来看 它只要能够创造它的 生态系对它的社会上面 或环境上面具体的解决问题 那你在实验的这一年中间 它不是随机的 而是越来越凝聚大家对这些事情 可以怎么用的想象 那当这个想象凝聚到一个程度 一年过了之后 大家会开一个多方的医官线的一个会议 来检视说 这到底是一个好主意 还是不是一个好主意 那若不是一个好主意的话 那我们感谢投资者 保证大家付的学费 所有的资料都共享了 下一个人可以从这个教训开始做嘛 那如果这是一个好主意 但社会还不能广泛地接受 那也许它在更大的测试场域 或者是一个不同的测试场域多测一年 那等到大家都觉得 这个是可以接受的 真的对社会好 而且这个风险 我们已经能够管控了 那交通部就会把这样一件事情 纳入他们的法规命令里面 然后去变成法规的一部分 那这里面有一个特色 就是说你可以同时挑战 不管你是哪个部会的杀核 你都可以同时挑战 任何其他部会的法规命令 没有到法律的程度 你可以挑战其他部会的法规命令 所以你若是做金融杀核 你可以挑战中央银行 你若是做温载约沙盒 你可以挑战交通部的 内政部的 甚至其他别的部会的法规命令 那所以如果这个东西成功了 那你就可以一次的去做修整 那如果 不过我们一次念到这里 这个法务部 就会希望我讲一行警语 所以说法务部先会提醒各位说 洗钱跟资助恐怖分子 是不能够实验的 因为我不知道这两个实验 会发生什么结果 所以你什么都可以挑战 但是洗钱跟资恐怖分子 不行的 那OK 金融念完了 那如果他要这个 调整的是法律 而不是法规命令 那立法院很可能会需要 额外的时间来检视 那所以以无人载局而言 他们可以花四年的时间 去修改法律 或不是法规命令 或是习习习则的话 那但是这个中间你的实验 包含你的实验的商业模式 都可以继续 意思就是说 在你创生的那个地方 你就是垄断了 因为别人还不合法嘛 只有你合法嘛 然后一直到立法委员 终于三度通过了 那当然竞争者 就会进入市场 可是确实这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优势 那我们等于就是靠这个优势 来吸引大家 用创新的想法 用社会创新来带动 我们的法规创新 所以这个一点都不随机 但是它比较是一个 是一个群聚 大家都提出想法 大家想到没有没有没有 它重叠到最后 总是会有两三个 真的能够解决 社会问题的想法出现 所以这虽然不是随机的 但是这个确实是让社会 能够看到各种各样 不同多元的东西 那甚至在它实际上路之前 大家以后搭高铁 大概也明年第一季 去沙伦智慧力量科学城 大概就可以直接看到 这些新品种的物种们 是怎么样子 在这些模拟的情境里面 跑来跑去 甚至可以在行控中心里面 去看到 它因应台湾这边的当地特色 比较说 有很多摩托车的时候 要怎么办 这个马祖绕镜的时候 要怎么办 或者是说 这个在路上突然有人 乘抗的时候 要怎么办 等等 我们会有各种不同模拟的状态 让大家可以看到 说这些无人仔 需要怎么应付 这个多元的社会情境 所以未来说 明年可以出题 让他们先试验看看 然后再实际去上路 有四位朋友们询问说 为何需要设计上 一些企业的资料库 目前很多登记的公司 似乎不够创新 或只有简单的说明 也没有严谨的管和制度 这样的资料库 会不会容易变成 一些公司的漂白剂 其实我很诚实地说 我很希望全台湾所有的合作社 尼摩斯跟协会都跑来登记 因为跑来登记的意思就是说 我愿意给出一个交代 他愿意被 held accountable accountability 我现在越来越把它翻成一个交代 以前我都是说 你愿意当责 没有人知道我要讲什么 你愿意被问责 也没有人知道我要讲什么 你愿意进入可责机制 这个就是只有学公共行政的 才知道我要讲什么 所以我现在都用很通俗的想法 就是说你愿意来登记 那你就是愿意随时给一个交代 别人说按你在做社会创新 你到底在做什么社会创新 你在这上面说你在处理公民贸易问题 你到底你想象的公民贸易是什么 那只要愿意登记上来 至少就有一个联络方式 而且你愿意公开的交代 那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要的全部 因为如果你觉得你只有构创新的 严谨的管和的 你要自己用一张这个表 那很好啊 你在这一边 你用任何的角度去取 这样子一个subset 去取一个子集 事实上也不是想象中的嘛 我们这个社企自律联盟 我们B型企业的协会 我们尤努斯的这个协会 等等自己都用自己的这个 turation嘛 就是策展方向 从这里面去拿了一部分 然后说这是我们所认定的社企 那我觉得这很好啊 因为本来民间就可以有各种不同的看法 那我们从政府要的只是说 你不要私下的去去进行你的社会 创新工作 然后对外只宣称有在做社会 创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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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给交代 我们要的只是建立一个随时 大家可以问 然后问的这边就要给出一个交代 这样一个机制而已 所以如果全台湾所有的公司 都上来跟登记的话 就好像是所有人都愿意对用 去发现一个车里的交代 说真的这样就已经不错了 有四位朋友们问出现了很多体制外的教育机构 学习或课程安排确实非常麻烦和吸引人 但学费高得下来很不清明 但体制内的学校现实上确实有些落差 请问对教育体制的选择 跟影响有什么样子的看法 我想最重要的还是这个学生 他自己有没有觉得孤单啊 就是我以前第一次碰到网继网路的时候 是我12岁 那我觉得当时有一个很大的一个承诺 就是你不管在意的事情在冷门 在网路上面都有5000个人以上 跟你在意同一件事情 非常容易就可以找到一个社群 但可能在全世界各个不同地方 那到了这个我14岁 就是1995年的时候 当时我国人 然后我就跟我的校长说 小长我不想去学校了 那为什么呢 因为校长当时 为什么要鼓励我这个念国中 然后保送高中 然后念大学 考个GIE 去国外 加入什么研究室 就是因为我想做 这种网路社会学的研究 或AI的研究 那校长当时就跟我说 你经过这样一段过程 到你所敬仰的大师的Live里面 就可以跟他一起做研究 用这样的方式来 来哄骗我 继续念书 那然后我就跟校长说 可是 没电了 但没关系 我们现在也不是很需要投影 对 那我就跟校长说 其实从我的角度来看 我昨天就是 就是当时是我14岁的时候 我昨天才写信给你所说的那位大师 那位研究学者 然后就写了一个email 那我就是看他在网路上面 archive.org的这个公开的一个paper 因为当时刚有群球咨询网 大家都把自己同传审阅阶段的paper 就直接传到网级网路上 给大家来审阅 所以我完全不用花钱 完全没有智慧朋友 问的这个学费高的下一个问题 我免费的就可以下载这些论文看 那我看了 觉得论文有一些问题 我就直接写信 因为他都会有email 然后去尖锐地提出一些批评指教 然后说你这个论文 这样上真的成立吗等等 那所以这位大师 这个当时就已经是 认识科学界的泰斗 就第一个他不知道我才是私生 那第二个他也不知道我英文很烂 那封信写了很久才写好 那他还是把我当作另外一个研究者 然后说非常详细的这个回了我信 而且还用汉语拼音回 我不知道他会想中文 所以我根本字典就白插了 那所以无论如何 就是说 那我们就开始一起做研究 所以我就跟校长出面 就是你还我这一套鞋 就不需要了 我们有一个捷径 我直接写一封email给他 我们就可以开始一起发paper了 那所以校长看了我的这个讨论记录 email记录 他就说对你讲的对 你明天开始不用来了 所以他就开始帮我来 在教育局 然后我就不用去学校 然后我就开始 后来当然就自己创业 发paper写教课书等等 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 其实重点还是有一个社群 但是为什么可以有一个社群 就是因为我当时已经有一个 非常想知道的事情 就是我能够在网路上 大家快速地彼此信任 以及透过一些人工智慧的帮助 能不能让这些彼此信任的力量 变成共同创造的力量 当时我是非常想了解这门学问 可是当时根本还没有一个学门 在讲这件事情 它是分散在大概六七个不同的学门 所以我就每一个paper都看 每一个漏都写 如果不是有这么强的自发的动机的话 当然后面互动工号大概是没有办法达到 但是如果你有这个动机的话 现在的网路或者现在的社群 可以非常容易把线上面的现象 叠合在一起 然后找到这样子共同创造的一个社群 所以如果有这个社群的话 其实往往学费是付的 就是别人愿意付钱 让你的小孩来进行这样子的贡献 或者见习或者等等这样子的情况 所以我觉得重点还是在引发它的动机 如果就像各位愿意来关怀社会相对之间 只要年轻人或者小孩 他也觉得说某件事情 不管是不公义的 是不平等的 是怎么样 他愿意投入心力去改变 那他就跟所有也愿意 投入心力去改变的人 自然地形成一个社群 那他在这里面 其实是不需要付学费的 因为他的贡献本身就是 对这个社群的一个reward 所以我觉得这个才是最重要的 所以从教育体制的选择来看 我觉得国民教育 接下来就是一个资源 任何人都可以去选择 我们教育里面的某些部分 当作他的资源 那我们在新科高里面 也特别设计了 就是说你可以去 在学校的不同的学修课里面 跨校的学程里面 在这个区域里面的任何的实践的课程 甚至现在的自学 也不一定要全部是自学 你可以提一个学习计划 部分时间在体制里 部分时间在体制外 那等等的这些状态 那这样子的新科高的想法 其实到了大学 我们也去改了就是学位授予法 所以现在 以前大学 它的想象都是学系本位 进了一个学系 学个四年或者五年 然后再练研究所 然后再怎么样 然后再所谓出社会 那我们现在新的设计就是说 你这个未来可能还是有 但是是比较不寻常的 比较寻常的是说 你进了大学 然后大一 然后有一些通事 有一些了解之后 你就开始找你想要做的题目 那大二可能就已经开始做那一个题目 然后中间可能 不管是出去参加一个组织 创业或者是做哪些题目 那过了一两年之后 发现你需要一些管理学知识 你需要一些别的知识 再回到大学来 也不一定是同一所大学了 那然后呢 再去做这个相关的学程 那这个时候主观动机才会强 不然教的时候 也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要学这个 那所以其实以前这种线性的学位 在新的学位受理法里面 未来就会是好像这个进出进出大学 这样一个状况 那它可以透过远距的学分 也可以到50% 那它也可以在同一个大学系统里面 以学院为本位 而不是学习为本位 所以最后可能你是过了六年 过了八年 经历出租几次之后 拿到了一张 也不能说是哪个学系的证书 而是有点像一个游戏的成就解锁 就是说你修过这些学生 这些学生加在一起 最后上面有一个顶时 有一个capstone 那这个capstone就是你对社会环境 或在地的经济 产生了什么样的证明的影响 那这个才是你的学位 那学位受理法里面也特别讲说 你拿到这种学位的话 你就可以直接去国外 或在国内念博士 等于就是研究所的部分 就是你的具体的社会影响 这样 那所以我想这个都是 我们在制度设计上面去 反映我们实际上面 希望学生透过社会影响 就是明年9月 是我们从小一国一高一 开始用新课岗 那所以要过三年 就是新课岗的小孩 才会真的进入大学 然后对大学有这种新的想象 所以大学还有三年的时间来调试 但是就是到最后是非调试不可 因为大学现在也必须要变成 社会的整体的一部分 那甚至它是我们在地方创生的时候 因为它是有跨行政区的这个nature 所以刚刚讲的这种跨行政区的planning 现在非常多都是放在大学上 因为它比较不会在某个特定的里 特定的区的那个边界 有所谓资源分配的这个问题 而是大家可以绕着这个大学 去当这个在地的智库 所以这是一个比较长的回答 不过大概就是回答大家 对于这个学校体制的一个想法 那所以也9点了 那看他有没有最后要举手问的问题 不然我们就要结束了 可能再留个 可能要举手问的 如果没有的话 我们就 今天就非常感谢大家 谢谢 好 那我们是再次热烈掌声 谢谢我们 谢谢 谢谢 这么大实的演讲 我们就一直停那里 Dupal 中间都没有停 很厉害 那我们是不是先求我们理事长 是真的感谢壮跟车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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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2016年开始进入第一次的社会 在台湾办第一次的社会影响应 跟社会价值论 那在囚犯过程呢 受到非常多的挫折 大家都说 台湾不可能 台湾还太早 台湾 没有人会对我说台湾很落后 他们可能说台湾还太早 台湾还没到那个时候 我不相信 那当然很多人相信 于是我们就两个人 邀请六个国家 在台湾办第一次的论坛 然后我们就到今天 那这段过程当中呢 其实台湾的很多人 各个年龄层的伙伴们 给了我非常大的支持 精神的支持跟鼓舞 让我对台湾社会土地 那个善跟正向改变的力量 感受越来越强 而且其实今天刚刚听的 听的 他们认为在讲他 他几乎没有听 讲的整个过程当中 我发现其实 真正不只是在 在所谓的企业 NPO或 NGO 或社会企业 或者甚至地方部门 我们在中央 事实上 我们也看到 未来有非常多新的转换 那我们相信 这让我更加的坚信一点 也更有信心的是说 台湾现在正站在一个 往正向能量 往上提升了 转换的一个转换点 那我相信 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 在我们自己的考外上 本持一个善念 一个好的念头 在自己的位置 影响我们周边的人 就像刚刚他说 讲一句话 我很有感受 那也是 我们一直在想的事情 就是 我们希望改变 可是我们知道 别人没办法改变 我们也不能被别人改变 可是他刚点了一个 非常重要 但是我们可以改变 别人的感受 那这句话呢 让我想到 我们在讲 maximal impact inspiral change 也就是说 我们真的要给人家 一个正向的影响力 如果说用 郑伟尼的普通话 白话来说就是 我们怎么要给人家 一个好的感受 透过这个好的感受 好的经验 他愿意改变他自己 或愿意开始思考 新的想法 接受新的观念 我想这就是我们那 台湾往正向的力量到来走 我们不要去当那两只口 我们不要去当那两只口 我们可以创造一个 展新的未来 我们可以影响 我们周边的国家 甚至在国际社会上 做出一定的贡献 所以非常感谢 听人非常感动 非常感谢您的付出和努力 谢谢